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iPhone 12的四款新机在美国时间9月8号就要登场了 而且苹果最近传出了好消息是上一季度在大陆销售量暴增了225% 而且在9月10月很可能陆陆续还有很多的新品 不过大家最关注的还是手机了 来谈谈iPhone 12有没有什么惊喜 其实过去新机发表大部分确实也都在9月 所以现在到目前为止来看 应该9月的这个发表会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但这一次会有两场 有趣的事情它会有两场 9月第一场当然iPhone 12就出来了 还包括它的这个iPad跟Apple Watch 还有它的AirPower会出来 那10月还有一场 那10月这一场会有一个iPad Pro iPad Pro 刚才是iPad 它第二场会有一个iPad Pro 还有它的MacBook也整个规格会升级 所以它是两场 不过我只关心手机讲手机讲手机 手机的部分大概在10月 10月初的时候大概10月2号 我们就可以先预订iPhone 12跟iPhone 12 Max 就是比较大尺寸的 这次有厉害吗 对 但10月中你又可以再预订iPhone 12 Pro iPhone 12 Pro Max 那你说这支手机必然我们看几个点 第一个它的那个刘海 这个iPhone名应该都知道 它有一个刘海 那这个刘海会变小 变小以后我的整个 还是有刘海 对 还是有 就是刘海比较可爱 比较好看 对 但是刘海变小一点以后 整个面板画面的呈现性会更好 这是第一个 但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也不是很重要 所以iPhone 12我们画面上可以看到 上面是iPhone 11 下面是iPhone 12 很明显变小 但还是有刘海 我觉得真正的吸引在哪里 就是这一次iPhone 12真的一个新的技术 我非常非常喜欢 因为其实这个技术在iPad Pro已经出现 就是我们画面上看到的 叫做雷射感测 这个雷达感测它是做什么的 就是你看它画面上好奇怪 为什么它的镜头扫过去 每个东西上面会出现线条一个一个 这到底是什么 其实它在帮5公尺范围内的所有影像 在数位化 数据化 这可以做什么 当我把它 我用这个雷达扫描仪扫完以后 你看我可以用APP 去把一个虚拟的一个家具 真实的尺寸放进来 比如说我把我家客厅环境 扫一遍以后 我这里要摆家具 我就可以把真的家具拿进来 而且这个尺寸会 好就是刚刚好 会很准 不像我们一般扫过去东西摆出来 大小到底对不对都不知道 还有你看它可以把一个 虚拟的人这个骨骼这样放进去 为什么 也就是说未来你做任何的环境的测试 我可以让真的人去走走 所以去面这个打鼓的 阿兵哥也是虚拟的 甚至我可以用虚拟的 我可以配合一些游戏 跟这个雷达的这个感测放在一起 我觉得这个会很有趣很好玩 而且会改变很多产业 在实际应用上面的一个效果 如果你要中房房子的话 那会非常的方便 非常的棒 除了iPhone 12之外 那还有一个更有趣的 他说眼镜很容易 对…这个眼镜也很吸引人 你知道过去 我一直在想不透一个问题 就眼镜上 他现在你看他新的眼镜是很薄 很正常 不是戴一个很大的一个头盔 在头上都很尴尬 而且很薄很有时尚感 对不对 然后戴上去以后 所有的讯息他就在上面 可以一直跑一直跑 好像可以有一个问题出现了 如果我想要输入讯息呢 如果我想要打字怎么办 我怎么去打字 你注意看影片当中 画面当中有一个重点 就是我把这个眼镜 移到这个实体的物体上面的时候 它就会出现键盘 你就可以打字 然后这过程中 你也可以一直切换画面 你的讯息一直出来 甚至你要接电话可以接 那打字在哪 打在我的手机里吧 就是我用我的眼镜 然后比如说我就靠在桌子上 桌子上就会出现键盘 我就好像在桌子上这样输入一样 会有一个像虚拟键盘 对 所以以后如果 譬如说我们两个在对话 我一直在看你 我手一直在打 其实我是把眼镜 投射在你脸上 我靠你的脸来当键盘在打字 我是把它投射在一个实体的 有没有 有没有 看到键盘了 看到键盘了 它移到那个实体的表面 键盘就出现了 然后你就可以这样 我其实在干嘛 在打字 当然手指粗一点的人 无所谓 这个就很有趣 所以我说这个技术是很棒的 这个厉害 对 这个技术很棒 那当然也因为这样子 就是说过去我们看到 当然这是心机 那为什么他这一次心机的一个发表 又推了这么多的技术 因为你知道在 其实他现在用机海战术 其实第二季就是 因为他相信心机出来 以前的库存大概都卖不掉 你看这个连我 我不是用iPhone手机的 但是光这两个技术 我都很有兴趣 所以为什么在上一季 它的销售量暴增 QOQ是增加225 对不对 好厉害啊 然后跟去年同一相比增加三成 很简单 我就把iPhone11通通拿出来卖 然后再打折卖 当然卖得很好 所以iPhone11从来没有人打折卖 而且他一直保密 也没有人知道说iPhone12 原来有这么多漂亮的技术 对不对 然后等我现在买了iPhone11 你告诉我 有这个技术 我会想买iPhone12 iPhone11怎么卖 便宜 好 所以这就让我们了解到 为什么它会在大陆的销售量 突然间暴增 不过我们来看一下苹果概念固 我们先来看苹果概念固 既然大家期待马上苹果要推新街了 会有新品问世了 又会有很炫的眼镜 苹概股会不会开始做反应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华通 也就是说 最近我们在看的时候 发现跟这个载版有关的 高密度版 HDI版有关的 PCB有关的股票 第一个 营收都持续有在成长 第二个 股价整体来看都表现不错 那下面华通这边帮我换一下 那个我们把它换成就是 法的外资的一个筹码 就会发现说 外资持续陆陆续续 也都有在买进 那整个 今天卖 没有关系 一点点而已 整体来看 而且因为 它的营收目前都还维持 每个月大概都有10%的成长 那另外一个我们看一下星星 星星的部分也是一样 我们就虽然说今天的表现不怎么样 小幅的下跌 但是我们看一下 它最近整个线图的表现 是稳定的在持续的缓步的一个推高当中 那同样的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是这个 这个台剧 台剧 那它的这个载版跟这个Apple Watch 比较有一些关系 那我们刚才有讲 9月也会有推新的Apple Watch 对不对 你看它的股价也是稳定的一个上扬 最后一个 就是说GISKY的部分我们看一下 因为实际上 这个部分 它的营收真的是大爆发 每个月的营收的成长率 都非常进行 都在50%以上 而且是每个月这样持续的一个喷出 所以你会看到 在这里已经有出现一个 价长量增的情况 最近虽然有一些压回 但是整体来看 现行是相当平稳的 好 紧接着 既然刚刚谈到了生医 我们要来谈谈生计 在今天好像又活过来了 为什么活过来了 不是还要死吗 我们来看 川普选情告急 摇摆州全盘结束 川普说都是假民调 不是假民调 我们来看说到民调 现在美国民调最高的 竟然是他的防疫队长佛琪 人气超夯 据说佛琪的民调 已经超过川普了 川普自己都说 为什么没有人喜欢我 所以佛琪就是美版成时钟 这个时候 川普如果要拼民调 当然要想办法在防疫上 扮演一个角色 所以我们来看 川普终于又才能再戴口罩了 而且要扩大疫苗产 还亲自去参访生计场 寄望疫苗防控疫情 而且可以帮助他连任 所以在今天盘面上 他已经死了 生计股竟然又活过来了 所以老师怎么看 所以你看今天台股生计股活过来 是因为昨天美股的生计股 先活过来 可是昨天美股生计股 谁涨最多 你绝对想不到 那家公司叫柯达 想到柯达你会想到 柯达不是那个软片 每一座做软片拍相机的 没有 做相机的 没有做 做相机然后做的股片 你万万想不到 想说柯达什么时候也去做药 其实真的是没有 但是美国政府现在居然要贷款 给他7.6亿 让他去成立制药部门 生产原料药 所以你看到昨天美股 大家看到这个走势图多夸张 昨天盘中最多涨350% 就算收盘还涨200% 今天开盘前电子盘 又涨了40几% 40几% 对 昨天已经涨200%了 比N&D还猛 对 所以你看 真正的生计股没涨那么多 这个还没有刚刚开始做的 居然涨这样子 好 所以我们来看那个柯达 是何德何能 来 柯达我们给他看一下 简单的历史 1881年就成立 大家对他的印象 绝对都是跟相机 跟软片有关系 他其实真的很厉害 你看全世界第一台的 这个电影的摄影机 他做的数位相机 他做的抛弃式的相机 也是他做的 特别要讲一下 数位相机居然是他发明的 可是他发明了数位相机之后 结果把自己给砸死了 2012年他宣布破产 因为用数位相机 我就不用用软片 那他卖给谁 2012年他破产 然后开始转型重组 可是大幕前卫子 其实都没有成功 那他为什么能够拿到 这一笔贷款 因为另外一家公司 来 我们再看到 这家公司叫做什么 富士软片 大家想 奇怪 怎么又是在做软片的 可是大家可以注意到 刚刚阿冠有讲到 川普去拜访生技厂 拜访制药厂 居然不是美国的厂 是谁 是富士软片 在美国的子公司 这太奇怪了吧 这是有原因的 因为富士软片 他在美国的子公司 他帮美国的这个 叫纳瓦瓦克斯代工 所以美国已经给纳瓦瓦克斯 16亿美金了 那因为富士软片的这个 在美国子公司 是要帮他生产原料药 所以美国政府 也给他2.65亿美元的这个合约 那更重要的是 如果大家有印象 今年年初的时候 富士的子公司 已经生产出 已经生产的这个 做这个流感的药 叫这个法皮拉尾的 这个基因已经是 据说是对新冠肺炎 是有用的 所以他有这样子的记录在 当然会比较得得这个信任 可是富士软片再怎么样 好像也跟医药扯不上去 因为我们会想到富士软片 都是过去的那些老广告 对嘛 我还会想到林志玲 对啊 你看还有很多艺人 都帮他拍过广告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富士软片 你看这个多老了 这是多久以前被用的 真的 这林志玲 他还很年轻的时候 来 富士软片这大公司 整整比科大晚了 五十几年才成立 可是他早在2004年的时候 他就觉悟了 因为软片没增多了 所以当时他新任的CEO 叫做这个鼓声从容的 他就决定我公司要改造 要重组 所以他就成立了六个部门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生机医疗部门 所以你可以看到 生机医疗跟软片有什么关系 其实他就告诉你什么事情 来 因为他在做软片 我们知道软片必须要感光 所以他有这个氧化的问题 其实人的皮肤的 人的老化跟这个氧化 其实有很大的关系 他就说我有这个技术 可以去改善人的老化 那再来底片要感光 也有这个色彩调色的问题 所以跟人我们做化妆品 也是色彩也有很大的关系 更重要的是 底片的厚度其实只有20微米 等同是肝脏的细胞的直径 但是他这么薄的底片上面 要用100种的化学原料 100种 对 他告诉你说 其实我们对化学原料非常厉害 所以你相较人体细胞 跟我的底片其实是差不多而已 所以他就决定转型 他是来真的 所以他就开始收购药厂 所以他2014年就收购了一个药厂 很快的他就做出什么 伊波拉病毒的药 所以你不知道富士软片 做了伊波拉病毒的药 对 所以他其实已经有 很多实战的经验 所以这几年他陆陆续续 就收购了很多很多的公司 最后我们刚说的法匹拉伟 就是今年年初跟你说 有机会可以治新冠肺炎 所以他现在不只是做药很厉害 他还继续的生医疗仪器 他把日历做这个CT 就是这个断层扫描等等这种机器 他都买下来 甚至什么内饰金 这些公司他都买下来 好 可是你如果自己看 他想富士软片加厉害 他股票应该涨很多 没有 对 画面上K线我觉得 对 前天宣布 已经我们的天国一挥差多了 对 他前天宣布说 美国政府要给他2.65亿美元的 合约的时候 有 涨了一天 涨3%多 可是昨天又大跌了3%多 倒是倒了 如果从今年到目前为止 他跌了9%多 还比日经还要差 那你说讲了半天 人家这么厉害的公司 那真正 所以我想问台湾生技股 我还是关心台湾生技股 对 那讲台湾生技股 那台湾生技股我们该怎么操作 我们应该先对比一家公司 就是莫德纳 莫德纳为什么要特别提他 它是因为是全世界 目前美国政府公认 进展最快 它已经到三期的人体试验 11月甚至以前就可以制药做出来 它今年涨多少 320% 那你看台湾的生技股 是不是一堆涨得比他多 可是你有人家厉害吗 没有 所以你手头上有生技相关的 第一个你先看 基本面如果好的你可以去报 如果不好的 看反强建议你就丢 那如果没有你想进的 建议你短进短出就好 哇 好 我来玩 那么 好吧 我来玩 这来玩 玩 玩 如果